月亮与六边市 不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感觉迷茫 每天循规蹈矩的生活 把一年的365天都过成了同一天 即使工作不满意 也不愿意打破现状 反而沉浸在并不舒适的舒适圈中 像温水煮青蛙一般 渐渐失去了改变的勇气 但真的 感觉不舒服 该任由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吗 这本月亮与六边市的主人公查理斯 也曾经历过这样的迷茫 他当了四十多年证券经纪人 每天两点一线 在家和交易所建奔波 循规蹈矩 感受不到快乐 他拼命寻求改变 最终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活法 本书的作者 是英国著名小说家 剧作家 就连英国女王都很欣赏她的才华 还为她授予了荣誉适从的称号 这本《月亮与六边市》就是她的代表作 那句《在满地都是六边市》的街上 她抬起头 看到了月光 也影响了无数人的成长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解读《月亮与六边市》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带你一起了解 我们该如何打破《循规蹈矩》的现实 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首先你会了解到 如何甩开身份带来的自我绑架 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你会发现 甩开束缚后 你爆发出的能量真的超乎你的想象 其次 我会为你介绍如何拒绝诱惑 为人生做减法 最后 我们将一起学习 该如何平衡现实和梦想 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下面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故事的源起是一场出走 众人眼中公认的好男人查理斯 毫无征兆地抛弃妻子 离家出走了 出走的原因 是为了追求画画的梦想 可查理斯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的家庭和美 事业顺利 在这个时候 他居然选择抛弃一切去追梦 这举动 着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查理斯才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他整个人都磨正了 一心只想这样画画 用查理斯的话来说 就是 我必须得画画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当一个人掉进水里 他游得好 还是游得不好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必须从水里出来 否则 他就得被淹死 查理斯不想被淹死 所以 他选择追梦 而在准备开始追梦的路上 查理斯选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甩开身份 带来的自我绑架 先来看看 查理斯的身份 有哪些 简单摸牌线索 我们可以知道 从家庭的角度来说 他是妻子 阿美的丈夫 两个孩子的父亲 从职业的角度来看 他是 证券经纪人 看起来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像个人生赢家 可实际上 他的生活 早已被自己的多重身份 束缚住了 想做的事情 没时间 没机会做 不得不做的事情 却有一大堆 生命一眼望得到头 未来发生什么 都是可以预期的 看得出来 过多的身份绑架 很容易让人 失去自我 因此 很多时候 松纵绑 才是好的选择 举个现实中的例子 著名歌手 刘若英在结婚时 曾经对丈夫忠实说 结婚后 我不会做全职太太 更不会放弃唱歌 读书 写作 我需要自己的生活 希望你能理解 忠实对此表示了 充分的理解 甚至还说 就是因为 你这么丰富有趣 所以我才娶你 你看 像刘若英这样 不因为结婚 就被困于家庭 被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捆绑 自己才能活得自在 让我们回到书中 主人公查理斯 却没有这样的命运 整个家庭靠他养活 没人关心他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就连在最亲近的妻子 阿美眼里 查理斯也只是个 没有文学素养的小市民 阿美从没想过 去了解自己枕边人 究竟在想什么 只看着他沉默寡言的样子 还以为这是他的性格 殊不知 查理斯其实一直在压抑着自己 这样的境遇 让我们不禁想起 画家梵高曾说的一句话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 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但是总有一个人 能看到这团火 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 主人公查理斯 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 尽了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也终于确定了 妻子阿美 不是能看到自己 心中那团火的知己 她终于下定决心 甩开所有身份的束缚 义无反顾地 从安逸的家中离开 去追梦 可你想想 各行如各山 改行 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而且人还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稍微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还可能遭遇别人的嘲讽 同样 查理斯的改变 也经历了很大的阵痛 对于查理斯来说 画画是他喜欢但不擅长的 这就需要他 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从头开始 查理斯是从四十多岁 才开始学画画的 为了打好绘画基础 坚持在夜校学了一年多时间 去到巴黎后 他也仍在学习 即使在如何才能画出 有价值的作品上 和老师存在理念上的冲突 但他仍在不断进步 就这样 查理斯用自己的艰难经历 向我们证明 只要你愿意改变 人生真的有无限可能 关于这一点 我还想额外给你分享一个故事 在美国 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摩西奶奶 她在妇人家里 做了十五年女佣后结婚 婚后 她又忙着服侍丈夫 照顾女儿 等到终于闲下来 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摩西奶奶已经五十多岁了 可年龄并没有成为她的阻碍 她开始学刺绣 后来 因为关节眼 摩西奶奶不得不放弃刺绣 她又在七十六岁的高龄 开始学习画画 之后八十岁开画展 直至一百零一岁去世前 才停下画笔 你看 人的潜力真的无穷大 蔡康永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十五岁觉得游泳难 放弃游泳 到十八岁 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 约你去游泳 你只好说我不会 十八岁觉得英文难 放弃英文 二十八岁出现一个很棒 但要会英文的工作 你只好说我不会 人生前期越嫌麻烦 越懒地学 后来就越可能错过 让你动心的人和事 错过新的风景 因此 人总要学会主动走出舒适区 才有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年纪大小 不重要 只要你愿意努力 愿意去拼 你就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也更值得更加高品质的生活 其实我们也知道 拼搏的过程肯定是坎坷崎岖的 但就个人感受来说 查理斯大概是痛并快乐着 人终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不可避免的 你的一个小行为 也可能像蝴蝶 扇动了翅膀 引起其他人 巨大的反应 正如黄渤曾说的 你弱的时候 坏人最多 书中 查理斯离家之后 很多人揣测他的动静 还把抛弃妻子 戴着小三 住豪华酒店的帽子 扣在查理斯身上 事实上 人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 凭着自己的经验和阅历 去揣夺他人的意图 这种判断是不理性 也是不科学的 而这时候 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想通 与其为别人的发泄买单 不如专注自己要做的事情 故事中的查理斯 正是明了了这点 他对别人的言语 压根儿不在乎 值得一提的是 查理斯离开之后 阿美也托人去找过他 找过去的人发现 查理斯的现状和传闻中 有很大差距 查理斯住在一个 很小的旅店房间里 屋子里乱七八糟的 衣服胡乱对着 没有一丝一毫 女人生活的痕迹 可以确定的是 查理斯的离开 真的只是为了 追求自己的梦想 然而 最悲哀的是 阿美得知这情况的时候 她却坚决不信 还认定 她老公 就是找小三了 还联合了她请的人 一起欺骗她 你看 明明真相就在眼前 为什么就是有人 要蒙着自己的眼睛 不肯相信呢 事实上 人总是更倾向于 去相信对自己 有利的东西 比如 阿美 她坚信 丈夫是因为 女人的原因离开的 是因为 只有这样 她的丈夫 才有可能 迷途之反 重归家庭 而如果查理斯 真的是因为梦想 而选择 离开家庭的话 她就真的 不会再回来了 你看 阿美 一个依靠丈夫 生活了 接近二十年的女人 她更愿意 相信哪一种解释呢 这大概也展示了 人性的真实和残酷吧 在一起 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夫妻 一朝分开 考虑的 竟然都只有自己 故事还在继续 查理斯 义无反顾 踏上了追梦之旅 然而 追梦的途中 诱惑 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就是 金钱的诱惑 在当时 平庸浮夸的画风 很受商人 和贸易商们的追捧 查理斯 就遇到了个 非常精于此道的人 这个人 名叫戴尔克 戴尔克 对查理斯的印象很好 只要查理斯 如果愿意改变画风 像戴尔克一样 画些华而不识的东西 戴尔克 一定会为他介绍买价 这样 查理斯 就能赚到很多钱 可是 查理斯 却并没有选择 这样做 在他心里 梦想比金钱 重千万倍 即使生活再窘迫 他也依然坚持 自己要做的事情 实在 解不开锅的时候 他就会去找 戴尔克 借钱周转 戴尔克 是个老好人 他赚的钱多 时常接近身边 那些生活 窘迫的艺术家们 殊不知 那些艺术家们 却有两副醉脸 他们一边在背后嘲笑 戴尔克是傻的 画画水平很烂 一边还心安理得地 花着戴尔克的钱 就像电影《芳华》中的刘峰 他会主动吃 食堂里破皮的饺子 嘴里念叨着 总得有人吃吧 他会为了帮战友省钱 默默在对方 准备结婚的时候 帮他们坐沙发 甚至 他还把来之不易的 上大雪的机会 拱手相让 刘峰 真的可以说是 名副其实的火雷锋了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他遭遇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甚至还有人在落井下石 众人在那一刻表现出的冷漠 让老好人刘峰的命运 自此走向悲凉的结局 而我们故事中的 另一个老好人 戴尔克也正在经历 类似的危机 前面我们说过 戴尔克很欣赏查理斯 所以对查理斯总是格外关照 查理斯生病时 戴尔克还把他带回家 亲力亲为地照顾 然而 故事就是这么曲折离奇 这个查理斯 不但不感恩戴尔克的恩情 还和戴尔克的老婆 发展了一段婚外情 这个大转折 如果你是戴尔克 你一定很愤怒吧 但是你知道吗 戴尔克的反应 却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他先是哀求妻子留下 在遭到拒绝后 他满心失落 但在听到妻子 要和查理斯一起搬走后 戴尔克却担心 他们在外会受苦 最后选择让他们留在家里 自己离开了 殊不知 善良过头就是愚蠢 戴尔克这种毫无原则底线 却包容原谅的行为 除了让他自己内心更难受之外 并没有让背叛他的人 产生丝毫的愧疚 人或许就是这样 对轻而易举得到的 总是不愿珍惜 戴尔克的老婆也是如此 他放弃了对自己很好的丈夫 反而却讨好对自己 并不是太在意的查理斯 他帮查理斯洗衣做饭 对查理斯照顾得很好 他企图编织一张温柔的大网 让查理斯深陷 可是万万没想到 故事又一次发生了 令人扎舌的转折 这个查理斯只在他身边 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 就选择了离开 你说查理斯是个十足的渣男吧 其实啊 我们也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他 如果抛开道德评价的话 查理斯在追梦路上 选择了梦想而拒绝了诱惑 当然查理斯的做法很极端 他直接撕开现实的安稳 直接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 也许在书中那个时代 人们对这些事会又有另一种判断吧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可以借鉴的 是他为生活做减法的态度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拒绝诱惑 比如在读书的时候 就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避免自己看到手机屏幕亮起 就忍不住把手机拿过来刷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有意识地摒弃掉 无效设教 多找回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等等 回到故事中 查理斯和戴尔克的妻子分道扬镳后 又去了很多地方 几经辗转后 查理斯到达了一个坐落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 那里离文明世界非常远 堪比世外桃源 在这样的地方 查理斯也终于能静下心来 灰好泼墨画出了自己想要的图画 而与此同时 他远在家中的妻子阿美 终于也靠着自己的努力 重新过上了理想中的富足生活 可以说 这两个人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能够平衡现实和梦想 是很多人追求的生活方式 查理斯和阿美是怎样做到的呢 具体来说可以分三步 第一步 自我审视 找到自己想要的活法 查理斯实现自己的梦想 闻成自己理想中的画作的时候 他本人已被麻风病折磨得不成人形 五官发肿 肢体残缺 甚至最后连眼睛也下掉了 但查理斯死前 嘴角却带着满足的微笑 其实 人活着就是图一个自我满足 查理斯就是这样 认定一条路走到黑 历经挫折也绝不回头 最后 他成功了 死而无憾 而对我们来说 要想在生命的尽头 回看自己人生时少些遗憾 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改变 拒绝浑浑噩噩的生活 学会自我审视 问自己有什么理想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想清楚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需要考虑自己适合做什么 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步 也就是自我挖掘 找到自己真正适合做的事 故事中 查理斯的妻子阿美 原本是个被丈夫呵护的全职太太 一朝遭遇突变 丈夫离家出走 她又没有收入来源 为了养活自己和未成年的孩子 阿美被迫自己出来闯荡 想来想去 阿美利用起自己之前积累起来的作家资源 主动放低姿态 接一些替人打字的活 其实很多事情你不做 你就不知道你可以 即使一切从头开始 不断挖掘自己的实力 让它发光发亮 也能活出更好的自己 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步 自我实现 回到故事中 查理斯最终实现梦想 画出理想的画作 究其根本是因为她对梦想的执着 以及她追求梦想时 那种不丰魔 不成活的态度 在她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 努力和收获真的成正比 而她的妻子阿美 也身安慈离 所以在查理斯追梦的时候 阿美也踏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从自己打字开始 渐渐接到更多业务 把事业做大 后来阿美还成立了打字工作室 成了个小老板 也实现了从家庭主妇 到职场女性的华丽变身 而且查理斯死后 她的画作终于被世人欣赏 还卖出了天价 这时候 阿美还打着查理斯妻子的名号 到处接受采访 名利双收 同样 我们抛开对阿美行为 是对是错的评判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人的潜能 真的是可以被激发的 而只要你竭尽全力去生活 生活也会回报你 到这里 你就已经学会了 月亮与六辨式的 全部进化内容 有人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承认 我们都是普通人 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很多时候 也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蹉跎 但梦想 却可以成为 那股清凉的风 吹散生活的浮躁 让我们的人生 充满乐趣 而一个人 唯有懂得平衡现实与梦想 才能找到 自己最喜欢的活法 我来为你总结一下这本书 我们从三个角度 了解了 我们该如何平衡现实与梦想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首先 甩开身份 带来的自我绑架 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 像查理斯 他四十多岁了 事业顺利 家庭和美 看起来就像个人生赢家 可实际上 他的生活 早已被自己的多重身份 束缚住了 想做的事情做不了 手头做的很多 都是为了责任和义务 这样过度的身份绑架 很容易让人 渐渐失去自我 可 这样的人生 真的是 自己想要的吗 查理斯的答案 是否定的 而与此同时 查理斯 又被想要画出 理想画作的梦想击中 深思熟虑之后 他决定甩开 所有身份束缚 义无反顾 踏上了追梦之旅 其次 拒绝诱惑 为人生做减法 追梦的途中 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查理斯来说 主要的诱惑 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金钱 一方面是感情 金钱方面 如果查理斯 能够改变画风 迎合商人和贸易商的喜好 去作画 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可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放弃了 唾手可得的致富机会 而在感情方面 戴尔克的妻子 为查理斯 编制了一张温柔的大网 如果查理斯沦陷 就能过上安稳 幸福的生活 可查理斯还是拒绝了 他始终知道 对于自己来说 实现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查理斯可以 义无反顾地拒绝诱惑 为生活做减法 最后 平衡现实和梦想 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第一步 自我审视 找到自己想要的活法 就像查理斯 他想要画画 所以就把这件事情 坚持做到了极致 第二步 也就是自我挖掘 找到自己 真正适合做的事情 查理斯的妻子 阿美 一朝家庭突变 失去经济来源 为了养活自己 和未成年的孩子 阿美 被迫自己出来闯荡 她做起来 替人打字的活 其实 很多事情 你不做 你就不知道你可以 这就需要 你不断挖掘自己的能力 第三步 自我实现 查理斯最终能实现梦想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在追求梦想时 那种 不丰摩 不成活的态度 把事情做到极致 你自然可以 收获 好的结果 这本《月亮与六边事》 最大的地方 是每一个人无刻画的 都很鲜活而真实 就像现实一样 你的这些行为 是好还是不好 你自己有一套评判 别人也有一套评判 我们不可以触碰 法律的红线 但人们的心中 还有好多道德的评判标准 很多人 很多事 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在这黑白上额之间 有多少人迷失了自己 又有多少人 像查理斯和阿美一样 活出了自己呢 还记得书中有个情景 查理斯守着自己 最成功的画作 直至去世 他的遗言 不是让这剧作流传于世 而是让人把它复制一句 他对别人口中的震撼 完全不在乎 从鼓起勇气追猛 到实现梦想 他终于完完整整 为自己活了一回 我们通过读书 让自己变得更好 读过之后 还需要将书中学到的精华 加以践行 这本月亮与六遍事 就学到这里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